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這個摩克斯的經營 其實老師已經剛有進去這個實際上的浴網裡面看過 你就大概知道 第一個課程的內容 他會介紹的是比較完整一點 那麼一般來說呢 他除了就是有這種課程介紹以外 像浴網他會有電子報 他就會隨時告訴你 或最近有什麼新的課程啊 有什麼新的訊息 你就會收到這個通知 不然你應該沒有那麼勤勞 每次上去看什麼時候有開課 他就會找一些標竿 找一些標竿的那個內容 那這個呢是COSDA是國外的 可是你不要擔心 國外也有一些什麼 有沒有一些中文的課程 可能是對岸的也有可能是台灣的也有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看到這樣子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是對岸的 對岸他也是一樣會有 這是中國大學MOK 中國大學MOK 所以呢你會發現現在就是 第一個他們都會想盡辦法通知你啦 反正從你的註冊的信箱裡面 對不對 我就告訴你有什麼樣新的訊息 你可以來這邊接收 那麼再來我們剛剛有看到有 測驗對不對 他有的呢 大部分其實我們比較常看到就是有 小考的測驗或隨堂的那個練習 隨堂的練習 因為這樣來個大考比較不容易 但是小考範圍我就比較好出題目嘛 對就可以練習一下 那你都會收到這個通知 你看這個有沒有 第一週小考已經快截止了喔 趕快來報 趕快來看他會通知你 所以你報名很多課程你會收到通知 第二個有的會有作業或報告 或期中期末這一種的也有 但是這一種的通常比較累一點 你看這個王陽明帶你打毒肥 明朝有沒有新學的智慧發展史 這樣看起來也不錯吧 也蠻吸引你的 這是宜蘭大學的 宜蘭大學的 所以他就有其中作業 那他有搭配那個實體課程 就是在他們學校選修的 那你可能有一兩堂 是在他們學校裡面 要去課堂裡面 課堂裡面實際的 再來你看 人魚線研究院的王 哈哈哈 人魚線 喔 人魚線這裡練肌肉的對不對 齁 他的作業台真的 真的不會太難 自己拍照有沒有 秀出你的 哈哈哈哈 這樣應該沒有真的色情成分嘛 你只要拍好 看你要拍哪裡就好 哈哈哈 所以教這個也可以很多方法啊 對不對齁 不一定要是文字式的報告 三連拍 對 還有三連拍說故事有沒有 我這肌肉怎麼練的 哈哈哈 嘿 也很特別啊 對不對 因為畢竟這個是完全是線上課程嘛 線上課程 那 那 摩克斯裡面還有一個 他們有時候會做的 叫做同才互評 這時候 有時候我們在實體課程裡面會做對不對 比如同學上面報告 然後不同的組別 去互相 大家看嘛 那這個也有 這個也有 那當然問卷也少不了 因為沒有實體見面 只好只能透過測驗啊 問卷啊 去瞭解一下說 大家的一個使用情形 這樣有沒有稍微比較清楚一點的 欸 因為有些也許你剛剛選的課程 他沒有嘛 沒有看到有這樣的功能齁 那 再來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證書的 因為有些像自學啦 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一些是屬於自學的同學 啊 沒辦法 你要證明嘛 表示說你有上過這個課也好 或是具備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他就需要 那 像這個是在2016年 就是去年 那時候的 欸 他就統一一個時間 統一一個時間 大家一起考 至於你選最後的是什麼課程 那就看 那 有通過的話 他就會發一個證書給你 就會發給你 你看 上午時段 管理百包箱 下午物理衣 維基分化學 就還蠻多的齁 哈哈哈 但是這個要交一個費用嘛 因為畢竟要有那個考場人員嘛 他有一個月券的部分 所以 這個是 如果你有需要這種證書的 他就可以 那麼 這樣 應該大家對於整個模特時事 就稍微清楚一點了 是